大家好,又是我鄉偶靠 今次是小弟第一次拍玩具開箱片 作為進擊的巨人的忠實粉絲 最近我就入手了一隻進擊的巨人的Figure 又或者叫景品 就是由Good Smile Company出產的Port Upper Way系列 艾倫葉卡進擊的巨人版 我自己比較喜歡叫艾倫耶加多些 Port Upper Way系列一般都出得比較小 不過這隻進擊的巨人比想像中大 盒高23cm 闊20cm Port Upper Way系列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無論一隻多大隻多小隻都好 都是一律3900日圓 扣稅為港幣240元左右 打開了盒拿出裡面的東西出來 就有進擊的巨人的本體 還有一塊長條六角形的底座 現在放了一隻巨人在底座上面 連同底座整隻Figure就高大約16.5cm 這個動作是進擊的巨人動畫第四季馬雷篇 艾倫他大戰戰取巨人第三次變身成巨人穿地的時候的動作 其實這個底座可有可無 你看我現在都拿開了 我過往都有入手Port Upper Way系列的Figure 這個系列的底座往往都是偏大的 比較浪費空間 是我對這個系列的小小不滿 不過今次這隻進擊的巨人本身size都偏大 而且他沒有一個特定的連接位插著底座 所以問題就不太大 看看這隻巨人的賞色 他的賞色給人的感覺是他的皮膚很硬 而且他賞色的都很細緻 他的肌肉位和關節位就加深了顏色 不知道是裂痕還是泥跡 令到整隻巨人更加立體 這隻進擊的巨人就是動畫第四季的外貌 他的合環比較尖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第四季的他有白內障 這隻Figure也有好好地呈現出來 很有一個惡魔的樣子 看到他的眼影還有牙齒都上色得很仔細 如果牙齒那裡加深色痕就更加好 我個人認為Pod-up-per-way系列的頭髮是出得不太好 不過考慮到這個系列的Figure也是偏小 都情有可原 但是我這隻進擊的巨人的頭髮 就看到有一點點瑕疵位 瑕疵這些東西就真的看你很不幸 看看進擊的巨人的手手 都弄得很分明很細緻 那些手指欄就不會黏在一塊塊 還有那些手指甲位都有一些深色痕 就好像藏了些泥在裡面 因為有些出得不太好的Figure 那些手指欄腳指欄會突出一些膠 所以我也挺注意那些手指腳指位 我們近距離看看艾倫全身的肌肉 看看他強而有力的鼻環 胸口的兩塊胸肌和下面的八塊腹肌 不過留意一下巨人是沒有伸直器官的 大家不要期待在下面看到些什麼 再來看看艾倫紅偉的背部機 我們來看看艾倫的巨團 你會看到屯部上面的屯粒痕都有上色 再一次告訴大家 他上色有多仔細 另外就是這裏可能不太拍到 不過他腳底底 他也有畫了些泥跡上去 就算在看不到的地方 也上色得很用心 今天這條艾倫葉卡進擊的巨人Version 的玩具開箱片就來到這裏 Pot-Up Parade系列可以說是親民價的Figure 那些貴價的Figure我就買不起了 但除了這隻進擊的巨人之外 我還有入手其他便宜的景品 例如那些毒癢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我今次拍的玩具開箱片 將來再看看會不會拍其他的 今天就來到這裏 喜歡的就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我是香口卡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